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水溪神器宝贝 哪个不是 看着智慧的眼神 看着扁扁的小嘴 那都是真宗口大鸭 瞎说 这是鸭嘴兽 虽然不是神器宝贝 但这小家伙也是个神奇的宝贝哟 首先 它的幼崽是从卵里浮出来的 但是却吃着妈妈的奶长大 所以它是卵生哺乳动物 神奇吧 一般 还有啊 别看它的会儿又厚又软 没啥杀伤力 上面可是不满 相当于电传感器的神经细胞了 这个电传感器有什么用 可以在泥泞的河床中 识别别的动物 发出的生物电磁信号啊 没来日子 别走啊 好歹这也算个电传神奇宝贝吧